走到超商事務機前 輸入編號拿取小白單 再挑選喜歡的衛生棉品牌 就能到櫃台掃描兌換 或是用手機秀出兌換券條碼 同樣只要5秒鐘就完成 台北市推動性別平等 編列6000萬預算 讓3萬多名女國中生 每個月可以到萊爾夫超商 兌換200元的生理用品 我覺得就是很方便 因為可能平常都要另外花錢 可是現在有這個政策 就可以就是萊爾夫 而且就是手機動一動 很簡單就可以免費換到衛生棉 超商是24小時開 學生隨時都可以去兌換 這個是非常棒的一個政策 青春期女學生買生理用品 不用再感到害羞 其實早在去年9月 台北市在信義 士林等五所國中 已經先行試辦 在校園廁所旁放置免費的衛生棉 讓學生使用 經過半年多來的宣導 孩子們逐漸習慣也學會尊重 希望孩子從小 他們就知道說這件事情是 有難與有差異 然後我們希望得到平等 所以我們希望大家不要再害羞 它就是跟日常的生理一樣 它跟日常的生活都是一樣的 台北市補助兌換生理用品 減輕貧困家庭額外負擔 也讓女學生有更便利自主的選擇 建立性別友善的校園環境 記者 邱順明 台北報導